齐桓公是春秋时期有名的霸主 只因为他任用管仲开创了齐国第一霸主的局面 而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人物 他最终却死在了自己的后宫之中 而在他死后 齐国的霸主之位更是烟消云瓒成为了过去史 其实早在齐桓公还活着的时候 齐国的霸主地位就是徒有其表 一方面是齐桓公的个人原因 另一方面就是齐国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齐桓公本人算不上是一位领袖 在他治理下的齐国 虽说有霸主的名号 但并无霸主的实力 齐桓公的齐王之位是争夺得来的 他应该是最懂得权力之争的危害 可在他上位之后 他却迟迟没有力继承人 这就使得在他死后 齐国的五位公子相互争夺齐王位 致使齐国国内血流成河 除此以外 齐桓公对待任何人都是以宽容为主的 就连曾经想要杀他的管仲 后来都被他委以重任 成了齐国的士大夫 可齐桓公的宽容 用另一种解释来说 那就是一位烂好人 无论是小人还是忠臣 齐桓公都是平等对待的 而这也就使得奸臣有可乘之机 由于齐桓公信任易雅 开芳和奸雕三个小人 从而也致使了齐世王朝衰败 除了齐国自诩他们是霸主外 其实他周边的几个国家并不认同 只因为齐国身处几大强国之间 而这些强国都需要一个国家来吸引其他国家的注意力 所以齐国就成为了众矢之地 所谓枪打出头鸟自大的齐国也能不枉